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看三十八页 刚才是一个问答 就是金光明金 它观的是礼 所以在相识位还是 开眼不能见 闭眼能见 开眼不能见 那么观金它是属于观四项 所以在观行位 四项能够先程 开眼能见 闭眼也能见 它的差别主要是在这里 那么现在看这个三十八页最后一行 下面说二念一下 念一下等诸佛二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个三十六页 倒数第三行 说这个无非佛界下面 我们看三十八页 刚才说周膜骗了无非佛界 现在念一佛与十方佛等 念现在佛与三四佛等 现在解释这一句 前面是先讲观一佛 现在是等诸佛 所以要观十方三四佛 下面我们看三十八页 最后一行 说二念一佛之下 就是等诸佛 就是一佛就跟十方诸佛一样 现在一佛当然是讲阿弥陀佛 然后现在等诸佛 分成两段 初约一佛等诸佛 那么有初就有二 二就是在三十九月第三行 二一生下明诸佛同三法 第一段先讲一个阿弥陀佛 就跟十方三四佛一样 那么二就是说明诸佛同三法 为什么一个阿弥陀佛跟诸佛都是一样 因为他们同样都有三法 三法就是三德 法身般若解脱 这个等一下讲 所以先讲出 约一佛等诸佛 那么三十九月第一行 约一佛等诸佛 未曾关顾不可善缘 不以弥陀而以佛为敬 那么为了成就这个观想 所以不可以善乱 缘取很多的境界 叫做善缘 就是说只能缘一个境界 不可以分善力量 所以不可善缘 故以弥陀一佛为敬 所以这个心力集中 就是以一个阿弥陀佛为敬 虽观一佛何一十方 虽照现今何书过位 虽观一佛何一与十方诸佛 跟十方诸佛是没有差的 所以前面说这个念一佛与十方佛等 下面说虽照现今何书过位 所以前面说念现在佛与三世佛等 所以虽照现今 我们现在观照的是现在说法 这个集合世界阿弥陀佛 何书过位 并没有差别于过去佛跟未来佛 所以也就是说一佛就跟十方三世佛一样 此章一切不离弥陀 这一段是彰显一切十方三世佛 都不离一个阿弥陀佛 良以弥陀是无量之一 故能等于一中无量 因为阿弥陀佛是无量诸佛的一个 无量诸佛的一个 故能等于一中无量 所以阿弥陀佛就同等于一佛当中的无量佛 这句是说阿弥陀佛是无量佛之一 所以这一个佛阿弥陀佛就等同于这一佛当中的无量佛 一就是无量 无量就是一 它的意思 所以我们八十八佛说这个法界葬身阿弥陀佛 法界葬身阿弥陀佛就是法性 法性生 所以阿弥陀佛一佛就是无量诸佛 无量诸佛就是一佛 所以阿弥陀佛跟十方三世佛是一样 所以第一段就是一佛等诸佛 一个阿弥陀佛相等于十方三世佛 因此有的人就会问 为什么有十方三世佛不念呢 就专念阿弥陀佛 那么第一个就是刚才说 因为为了成就观想 我们不要心的善缘于很多佛的境界 那么专集中心力在一佛 这是为了要集中心力吗 第二个呢 因为阿弥陀佛就跟十方三世佛一样 那当然你念十方三世佛也可以啦 但是第一个你心呢 善的那么大 心力不够 没办法念那么多无量佛 第二个你念一佛都是跟无量佛一样 那当然第三个就是因为阿弥陀佛有愿 能够接引众生 所以这个就是阿弥陀佛专念的原因 再来二 一身下明诸佛同三法 一身呢就是我们看三十六页 道数第三个 刚才说念一佛与十方佛等 念现在佛与三世佛等 这个观形佛的人就要这样想 再来一身以智慧立无畏亦然 念色身念法门念实相 一身一智慧 一就是同一 同一个身 同一的智慧 立无畏亦然 那么实立是无所谓是一样 那么翻回来 三十九页 第三行 二一身下明诸佛同三法 一身一智慧 以下呢是说明呢 十方三世佛都是一样 同样都有三法 三法就是三德 法身剥热解脱 所以也就是十方诸佛都是同一个法身 一佛等比一切佛者 以由佛佛同得三法 为什么一个佛就等同于一切佛呢 因为每一尊佛都是同样得到三法 就是法身剥热解脱 那么所以也就是十方诸佛都是同一个法身 同一个解脱 同一个剥热 所以就是共入疲弩性海 大家都是一样 那么没有差别了 所以以由佛佛同得三法 那么一佛得到三法 一切佛也都是得到三法 下面说 那三法呢 身是法身 智慧是剥热 实力是无所谓是解脱 前面说一身就是同一个法身 然后以智慧就是同一个剥热 然后实力是无所谓 力无畏亦然呢 就是解脱 前面说一身一智慧嘛 所以十方三四佛都是同一个法身 都是同共一法身 所以叫做一身 所以念阿弥陀就是十方三四佛 一样 智慧就是剥热 十方三四佛都是摩赫剥热剥热蜜 都是一样的 再来实力是无所谓是解脱 那么十方三四佛都有十字力 实力就是十种智慧之力 是无所谓呢 就是这个说法的无所谓 那么这个叫做解脱 解脱的 所以法身德呢就是法性 智慧呢就是剥热的 就是菩提 那么实力是无所谓就是解脱 解脱主要就是它能够自在 无碍的意思 所以它包含了说法无碍 度众生没有爱 那么这个就是解脱 意识三身三涅槃等 三身就是法身 暴身硬身 法身德就是法身嘛 智慧的剥热就是暴身嘛 解脱就是硬身 就是三身 也是三涅槃 性静、原静、方便静 性静就是本性清静的涅槃 原静呢就是有剥热的智慧圆 叫做原静 那么方便静呢就是解脱 有三巧方便 那么也就是说三德就是三身 就是三涅槃 身至原一者 为什么法身智慧都说它是同一呢? 显于诸佛法报不别 就是为了显示十方三世佛 它的法身、报身都没有差别 应用亦同 故利无畏、劫云亦然 同身至一耶 那么法身、报身一样 它的硬化身、方便善巧呢 应用也是相同 所以说它利无畏、实利是无所谓 也总结云呢 亦然同样如此 同身至一耶 跟法身智慧都是同一的 下面说 菩萨因中分破五明 分同妙觉所证三法 菩萨在因地的时候 部分破这个五明 它就部分能够同于妙觉 妙觉就是佛 它就部分同于佛所证的三法 就是法身、剥热、解脱 它就分阵 分破五明分阵 这个法身等等 无明破尽则究竟同诸佛三法 当无明破尽的时候 那么它就究竟同于诸佛的三法 它就完全跟诸佛同样 这个是指分破五明 还有分阵 那么当然有的人说 没有无明法身 没有什么分分破分分显的 那个是站在理上面来说 我们要知道 虽然理是一样 但是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它还是会有差别 所以不能说分阵分破 就是不究竟的说法 我们前面有说六级 说理的话 大家都是一样 从地狱二鬼畜生到诸佛 都是平等 但是从这个修德 他们所有的功德还是会不一样 所以不能说 都没有什么分破分显 就算禅宗的祖师 一样的开悟 有的人就能够领一千众五百众 有的人没有徒弟 去西边渡船 对不对 那么有的人就是山上自己坐 那么也会有福德因缘 或者是方便善巧 不一样 这不能说 大家都是破无名的 大家都一样 没有一样的 所以 从相同是讲理性 理体 当然没有所谓的分破分正 但是 世修还是有不等 有不一样 所以还有分菩萨的结位 再来说 诸佛三法既起不二 是故弥陀三法不少 一切诸佛三法不多 故缘等也 诸佛三法是法身波乐解脱 既然都是不二 所以弥陀阿弥陀佛 法身波乐解脱也没有少 一切诸佛三法也没有比较多 故缘等也 所以说明 书佛三法都是一样 法身波乐解脱 再来二 念舍下 念三声以解释 这个是总结 前面是念观一佛 现在要念三声 那么这个是在前面 这个二是相对于前面的初 初就是在前面三十七页 第五行这边 初观妙色即真法 然后这里二念三声以解释 在这里 初观妙色即真法 就是观行佛一开始是观阿弥陀佛 他的唯妙相好 就是真法身 那么第二段就是念三声以解释 那么最后总结就是念三声 念三声就是我们看三十六页 倒数第二行 念舍身 念法门 念十相 常运念 无补念十 念念皆觉 世民观行佛也 所以总结 除了念舍身之外 还要念法门 还要念十相 念舍身就是应身佛 念法门就是报身佛 念十相就是念法身佛 所以除了念舍身之外 法门就是法门就是报身 法门就是报身 法门无量寺院学 对不对 然后还要念十相就是法身 法身就是金刚经说 如来者及诸法如意 无所从来 无所从来义无所去 不能以舍见不能以一身求 的这个十相 那也要念十相 所以最后总结就是要念三声 除了念舍身 还要念法门还要念十相 我们翻回来 我们翻回来 39月第七行 第七行下面 二 念舍下 念三声以解释 这个是最后总结 一开始是念阿弥陀佛的妙舍 然后知道说阿弥陀佛就是跟十方三世佛一样 现在最后总结 除了念舍身之外 还要念三声 所以念三声以解释 舍是应声 就是我们应声 千百亿化身的应声 那么通于圣列及他受用 有圣应声、有列应声 那么我们之前讲过了 列应声就是在人间 在印度的藏六的佛 那么有比较殊胜就在四禅天 摩西所罗天王宫中 那么在舍旧境天 像我们说 范王金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千世佳 在摩西所罗天 那么千世佳是世间最高大圣 那么那就是属于比较圣的应声 列就是在人间 再来这里就没有 还有他受用 他受用就是说 佛有时候应以合身得度 就献什么身 不一定要用佛身 那么它可以有其他的身 或者是其他的受用 乃至山林、穿圆、核子、全景 都可以立即于人 都可以立于众身 这个就是应声 所以念摄身就是念应声 再来念法门 法门是报身 以诸法门聚而为身 身就是聚己 就是有无量的法门 诸法门就是无量的法门 我们说法门无量寺院学 那么由无量的法门 无量的功德、无量的智慧 所积聚的叫做报身 所以我们念报身就是说 比如说佛过去无量的功德、无量的智慧 所成就的 他的布施、慈戒、忍辱、般若、禅定 那么静静这些诸法门聚而为身 累积起来的 所以佛是有无量的功德、无量的智慧 下面说集八万四千陀罗尼为法 第一异地为祭、总治为头、慈悲为眼 无肉为彼、四辩为口、四十不共为耻、智为首 如来藏为父、三三昧为妖、定慧为主等 那么也就是说把佛的设身变成法门 这里说当我们看到佛的头法 这个头法螺旋的时候 我们就说头法不是只有头法 它是八万四千陀罗尼 陀罗尼就是种词 有八万四千种词陀罗尼就是它的头法 我们看到这个肉祭 无见顶向这个肉祭 它就是第一地 而不是一个身体而已 然后看到它的头 就知道它是种词为头 它的头就是一切种词 这个时候就不是观设身了 已经观法门了 对不对 所以头法就是陀罗尼 那么肉祭就是第一地 那么头就是种词 一切种词 然后慈悲为眼 眼睛就是慈悲 你要念佛慈悲的法门 慈无量、慈悲喜舌 无肉为笔 无肉就是没有缺肉、没有烦恼 佛的笔字就是没有缺肉、没有烦恼 是辩为口 佛的口是无爱辩 法无爱、慈无爱、义无爱、热缩无爱 就是辩才 就是它的辩才 再来,四十不共为耻 看到佛的牙齿 就观想佛有四十种不共法 四十种不共法 而不是牙齿而已 所以看这个摄像 它就代表了这个法门 那么四十不共 在十柱、琵琶、沙论里面有讲到四十 四十种 因为很多 所以我们就不讲 它说一者非行自在 二者变化无量 比如说第一种不共 佛能够非行自在 第二个佛能够变化无量 三者胜如意无边 四者闻身自在 佛有这个胜如意 无量无边 或者是听闻音声 能够自在 乃至三十九 佛十种力 四十无爱解脱 那么有四十种 佛的牙齿就是有 代表四十种不共的法门 然后智为首 如来藏为腹 看到佛的手就是代表智慧 它能够抉择这些佛法 看到如来的腹部 就是代表它如来藏 肚子就是它的乳来藏 三三昧为腰 佛的腰就是三种三昧 空无相无作 然后看到佛的脚就是定慧 定慧为主 那么这个时候不是观射身了 射身都变成法门了 所以叫做观法门 法门是报身 那么所以法门是报身 此诸法门若从所证名为法身 今从能证名为报身至受用也 这个无量无边的法门 如果从所证的境界来说 这些法门就是法身 当菩萨佛证到这个法门的时候 如果作为所证 那么这个法门就叫做法身 那么现在今从能证 我们现在从能证的角度 能够证得这个法门的这个角度 名为报身至受用也 那么这个就是佛的报身 佛的至受用身 那么就是说呢 就像我们金刚经说 如果我们说如来不具足这个三十二相 这个人说诸法断灭等等 那么报身就是不断灭的 至受用 比如说我们说佛没有这个相好 佛就是一个离体 有人说佛就是一个离体 佛就是觉 哪有说佛什么相好光明 佛的庄严极乐世界 暴徒这些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变成佛最后只得到一个觉 那个觉变成好像有因没有果 对不对 就像魔王呢 他能够做无测大会 或者是天人呢 他能够做八观灾戒 所以他升天了 升天之后呢 还不会生病 寿命还很长 那么佛无量劫 难行能行 舍头目老随 将来救众生 反而只有八十岁 死后呢 一无所有 只剩下一个觉而已 那么这个就叫做断灭 叫做有因无果 是不是 对不对 魔王呢 修一点福德都能做魔 天人呢 修一点八观灾戒都能够做天 而且寿命都比佛还要长 佛却无量劫修那么久 就只有八十岁 死后呢 没有啊 就只有一个觉而已 那不是叫做有因没有果吗 有因没有果就叫做断灭 所以说佛没有向好没有净土 那个就是说诸法断灭 所以金刚经说 如果你说佛没有向好 你就是说诸法断灭 然后虚福德说 莫做事说 不要这样说 所以佛他有报身 报身就是自受用 就是我们刚才说 他有他的果报 而且这个报身呢 是有始无终 尽慰来寄 佛的向好庄严 智慧功德寿命 都是尽慰来寄的 所以金从能证名为报身至受用 所以佛有报身 不要说佛只是一个法而已 所以我们大圣就有说 法身报身印身 对不对 如果你只有说佛是一个法 佛就是一个道理 那么佛正了一个道理 现在死掉了 然后就空存一个道理而已 那么这个只是有站在这个法来说 我们大圣说 法身还有报身 就是他得到的果报啊 他自己有如是因 但是我们不想建议 他自己有什么意义 他在这个法院里面 就说这个不信 他是有什么意义 如果我罢了 他就把他一切修行 他就一切修行 他就一切修行 所以他不信 他就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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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不信 他就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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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说有三僧 法僧之外还有暴僧还有樱化僧 所以这个金虫能政 名为暴僧至受用 这个是佛自己的果报 叫做暴僧 佛也有果报 不是没有 所以如果我们以 《观无量寿佛经》说 阿弥陀佛有无量寿、无量光 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 无量寿、无量光 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见呢? 这是我们众生的夜报 我们的夜报不能见 不是佛没有那个果报 所以佛有祂的报身至受用 最后说实相是法身 这个念实相 实相就是法身 非不具于一切法门及诸色相 让于能政及垂应故 实相它是法身 法身它并非不具于一切法门及诸色相 这句是说法身 我们为什么单独说它是法身呢? 其实法身它并不是它没有具有一切的法门 就是刚才的报身 以及诸色相这个应生 然后让于能政及垂应故 让就是不如 不如 不如于能政 能政旁边写报身 垂应就是应生 这句要这样子 这句要这样子念下来 就是这个意思 它说实相就是法身 但是法身并不是没有具有一切的法门的报身 以及诸色相的应生 然后呢 而不如于能政的报身 还有能够垂应的这个应生 就是说法身它并不是单独一个法而已 而不如呢 这个报身跟应生 下面说 今世所证 即以能垂 但明实相 那么今天的角度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是 因为法身实相呢 是报身所证 以及呢 这个法身是能垂种种硬化的 所以我们把它区分开来说 它叫做实相 也就是实相并不是没有 就像我刚才说 佛不是只有一个法而已 有人说佛就是法 那么法呢 就是一个理而已啊 并没有什么报身啊 硬化身 就是一个理 一个道理 那么这样呢 这个就变成 如果在大圣来说 他就是变成一个 只有一个空理而已 而没有这个报身啊 所以他说 法身实相并不是没有 只是今天为了要说明 他是所证的道理 以及能垂 硬化的这个能垂者 所以但明实相 所以就说分开来叫做实相 叫做法身 实相就是诸法实相 诸法实相 所以 法身它是具有报身跟硬化 但是现在为了方便说 他是所证 所以是说诸法实相而已 再来说 前论 前论 观法文中 但言相好周片 次文 来约三法论等 至今皆是云念三生 前面在论 观法文中 就是最前面最前面 在观这个相好的时候啊 在修这个观醒的这个文章里面 就是观佛相好 但言相好周片 只有说啊 我们要观佛的相好 然后呢 开眼闭目呢 最后呢 周谋遍然 这个周片都是佛 这是一开始 然后其次呢 这个文呢 这个书当中说呢 乃约三法论 其次呢 说法身般若解脱 来说佛 简单说 第一段是先观佛的相好 然后观到佛周片 再来第二段就是观佛啊 跟过去十方三四佛都是一样 都是法身般若解脱 三德都是相等 至今解释 最后再总结来说呢 云念三生 就是叫我们要念这个三生 这是总结 因此法门急于十相不离射身 所以我们应当知道 法门的报身 以及十相的法身 不离开于射身 这个应身 举一及三 全三是一 法耳相及 非重非横 就是 最后呢 要知道三生就是一生 举一个就具有三个 比如说你举射身 射身就有报身也有法身 那么讲法身 法身也有报身也有印身 那么讲报身也有法身还有印身 就是举一及三 全三是一 四十余 所以三生就是一生 一生就是三生 法耳相及 非重非横 法耳相及 相及就是相等 非重非横 非重就是前后 前后叫做重 横呢就是并排 叫做横 并列 前后比如说我们排队 一个在前 一个在中 一个在后 那么三个人就不一样 不同人 那这样 法身在前 或者是 这个报身 在中间 然后化身在最后面 这样就前后三个 不一样 不相及 这叫前后 那么横就是并列 并列就是说 我们排重队 一个在前 一个在中 在后 那三个还是不一样 那么不行 排横队 排横队 一个在左 一个在右 一个在中间 三个还是不一样 可是呢 现在都不是重 也不是横 它一就是三 三就是一 它是 叫做非重非横 就像我们不是排重队 也不是排横队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所以一就是三 三就是一 所以叫非重非横 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 一就是三 三就是一 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 比如说一个人 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就是人家的儿子 就是人家的孙子 又是人家的弟弟 对不对 如果他是老二的话 全面有哥哥的话 一个小孩子生下来 他一个人生下来之后 又是人家的儿子 又是人家的孙子 又是人家的弟弟 那一个就是三个 三个就是一个 那三个不是并排 不是说 弟弟排前面 然后儿子排中间 孙子排后面 不是啦 这同时 又是人家的儿子 又是人家的孙子 又是人家的弟弟 对不对 也不是并排说 儿子孙子弟弟 三个不一样 其实三个就是一个 就是说一就是三 三就是一 这是辟育 举例来说 所以我们用世间法 就知道说 什么叫做一就是三 三就是一 我们如果从佛法来说 法身就是剥刃就是解脱 那么法身就是报身 就是印身 我们会搞不清楚 可是呢 我们用世间法说 一个小孩出生 又是人家的儿子 又是孙子 又是弟弟 一个就是三个 对不对 三个就是一个 所以 举一举三 对不对 生了一个就是生了儿子 又生了孙子 又生了弟弟 那么死了一个 就死了孙子 又死了儿子 又死了弟弟 对不对 那么举一举三 那么全三是一 这是可以批语的 当然如果是讲佛法上面呢 我们就觉得 法身剥刃解脱 法身报身印身 三个是一个 我们就会比较不容易理解 不容易理解 那我们就用批语了 所以法耳相及非重非狠 不是前后重对 三个不一样 也不是横排并列 三个不一样 他主要是在讲 三个就是一个 所以孙子 儿子 弟弟 他没有什么前后次弟 也不是并排同时 他就是一个 没有那么多个 那么这是在说 法身波的解脱 再来 世故此经 第九佛观 今世相好 苏明真法 不知元观 此明莫消 所以现在就讲说 此经就是我们这部经 第九佛观 在第九观 观阿弥陀佛的时候 今世相好 经典里面是开示 我们要观佛的相好 但是苏明真法 但是这个智者大师的书 解释说 观佛相好 就是观佛的真法 那么不知元观此明莫消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的话 这个明相我们就没办法了解 就是说 明明经典是观相好 为什么注解说观真法 那么这主要意思就是说 相好的应生就是法身 那么就是报生 所以它的意思是这样 我们看147页 就是第九观 148页 我们看148页 这个经 148页 148页 经 佛告阿难极为提西 只想成语 赐当更观 无量受佛 身相光明 阿难当知 无量受佛 身如百千万亿 夜抹天 炎福坛金色 就是阿弥陀佛圣金色 佛身高六十万亿 那由他 恒河沙有寻 这是身高 眉间白好 又选婉转 如虚弥山 所以我们说 白好婉转 五虚弥 佛远如四大海水 清白分明 所以我们说 干木澄清四大海 身诸毛孔 远出光明 如虚弥山 阿弥陀佛的毛孔 都会放光 那么这个光明 很壮大 就像虚弥山 彼佛圆光 如百亿三千 大千世界 于圆光中有百万亿 那由他恒河沙化佛 依化佛 亦有众多无数化菩萨 以为适者 无量受佛有八万四千像 依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心好 依好中复八万四千光明 依光明骗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 摄取不舍 那么这相好光明 无等轮 那么 其光明相好 既化佛不可据说 所以说 光中化佛无数亿 化菩萨众亦无边 那么 但当异想令心眼见 见此适者 即见十方一切诸佛 以见诸佛故 明念佛三昧 所以见阿弥陀佛就是见十方一切诸佛 这个经典里面是观佛像 他并没有说到法身 而苏呢 苏在一百四十七页 往前翻译一页 这个黑字说 苏第九观佛真法身 中有五 那么也就是说 智者大师解释这一段就是说 前面经典说 观这个色相 像好光明 阿弥陀佛的像好光明 可是在读解的书呢 却说观佛真法身 那么 如果不了解的意思就是说 前面是讲观佛的像好 这个色身 现在怎么讲法身呢 色身跟法身不一样 那么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翻回来 四十页 四十页应该从三十九页念过来 三十九页最后一行说 至今结是云念三身 应知法门及以十项不离色身 法门的报身以及十项的法身不离色身 所以 举一及三 四十页全三是一 法二相及非众非狠 就是说色身就是报身就是法身 它是相及的 事故此经第九佛观 今世相好 所以我们在 最不经的第九的观 无量寿佛的时候呢 经典里面都是开示 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像 有八万四千好 有八万四千光明 经典都是在讲这些像 但是书明真法 这个智者大师他的书呢 说这个就是真法身 这是法身 不知原观此明莫消 如果不了解原教的观法呢 那么对这个明相呢 就没办法了解 没办法消融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佛的相好就是这个法身 法身就是相好 所以说他相好就是法身 法身就是相好 下面说 若观色 神不色后二 便同小外 何欲妙中 所以如果只有观色身 不色后二 没有涉及后面的报身跟法身 那么便同小外 何欲妙中 如果我们只有观 这里所谓的观佛 只有观佛的色身 然后没有涉及观报身法身 后面两种的话 那么这跟小圣外道 一样嘛 相同 何欲妙中 所以这样子怎么能够通达这个妙中呢 须知此文是结前 观色相周片 以聚三身 所以要知道这一段文是总结前面 前面的话 观色相周片 以聚三身 所以我们观这个色身 周片的时候 同时 同时呢 他已经有法身 有报身 还有印身 所以我们这个观经 讲这个观佛呢 跟金刚经说 若以色剑 以阴身球 他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金刚经说呢 那个是以色剑以阴身球的人呢 他不了解一切为心照 所以呢 他见佛以为有佛 看相呢 就执着相 所以不能以色剑以阴身球 这个行邪道 可是呢 在观金里面观佛像 他是了解 这个都是似心做佛 似心似佛 虽然看到种种相呢 但是知道一切为心 所以呢 他不但观色身 而且他观报身 他有观法身 所以如果照理来说 不了解的人 拿金刚经 这句话 以色剑以阴身球 来批评这个观佛 那是不了解 因为观佛的人 他不但观色身 他要观报身 他要观法身 所以 观色相周片 以聚三身 所以他 也是有观这个 因此呢 那个批评呢 是不相应的 如果 金刚经那个是讲说 不了解一切为心造 执着心外有佛 心外有法的人 那么那个以色剑以阴身球 是行邪道 可是观金呢 他一开始 他就知道 这个至心就是佛 为心造 所以我们至心所见的佛呢 不理自心呢 不来不去 除了观色身 还要观报身 还有这个法身 所以这样子呢 总结了 再来二呢 常遇下 明吉佛 这是另外一段 那么这个是观佛 观佛 我们刚才说 我们也有说到这个念佛 我们说 念佛的时候呢 要有这个信愿 除了慈名之外呢 还要有这个理观 这是理观 当然理观的时候 观空甲中 我们是比较难 但是呢 要有信愿 这是应该有的 我们说信愿行是三之两 念奈摩阿弥陀佛 当下有信有愿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愿就是愿生细放 那么再进一步说 我们愿得阿尿多勒三秒三部体 那么再广大一点呢 愿共诸众生 往生安乐果 那么这个就是发不离心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以前 对念佛的观念呢 都觉得说 念佛就是不要打妄想 就是专心持名就好了 因为误会 直持名号一心不乱的意思 就是说 只要念佛就好了 不要打妄想 后来想一想 这样不太对 后来再看 这个普贤十大愿望 普贤行愿 还有这个无量寿经的发不离心 一向专念 后来呢 就觉得说 应该不是这样念 所以我现在念的时候呢 就想说 我们现在念佛的时候 念佬摩阿弥陀佛 就想说 一切众生呢 跟我念佛 往生极的世界 如果我们在拜佛的时候 忏悔 就想说 我现在呢 念佛忏悔业障 一切众生呢 跟我们一起忏悔业障 我的冤亲在主力在祖先 大家忏悔业障以后 都能够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或者是我们呢 捕戒回向 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想阿弥陀佛的加持 这个佛号呢 周遍法界 让一切众生呢 听到佛号 跟着念佛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我现在是比较偏向这样子来学习 所以呢 如果我们以念佛来说 要想说 我们当下这一念 如果中观的话 这一念呢 周遍法界 那么这一念 拿摩阿弥陀佛 又具足诸法 十方法界呢 都在这句 拿摩阿弥陀佛当中 跟我们一起念佛 然后一起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要这样子想 那么跟我们一起念佛 当然我们 比较不容易想得到 所以我之前 在南投有说 我们拜佛的时候 观想一切的六道众生 跟我们一起拜佛 因为我们说 鼎圣眼生天嘛 这个地域脚板出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拜佛的时候呢 十方的圣人 跟着我们拜佛 天人呢 眼生天嘛 天人我们拜佛的时候 头是不是动啊 天人跟我们一起拜佛 然后父母呢 在我们的肩膀一起拜佛 我们的子女呢 在我的心上一起拜佛 恶鬼呢 在我的腰呢 跟我一起拜佛 畜生呢 在我的这个膝盖 乃至地域 在我的脚板 你一个人身体拜佛的时候 十方法界都动起来 由圣人天人地域恶鬼畜生 乃至呢 我们的父母在我们的肩膀 我们的冤亲在主 在我们的双手 那么一起呢 都在拜佛 那你拜佛的时候 十方法界都一起拜佛 拜佛 等于十方众生都拜了嘛 起来的时候呢 十方众生都成就佛道 能够自立自强 那么 所以你一念拜佛的时候 一念念佛的时候 十方众生都跟你一起念 你现在念佛的时候 是不是要用口啊 用舌头 用腰啊 要腿啊 要脚啊 要肩膀啊 要头啊 对不对 那么就是你在念佛的时候 这些六道众生跟你一起念 所以同时也搜遍十方法界 同时也搜射一切众生 那么跟我们一起念佛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那么这个就是有 持命的行之外 你还有信愿 你要相信这个道理 我心就具足十法界 然后你要愿一切的众生 接得成佛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那么然后来持这个名号 而不是只有说 殖民的时候 只是一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是讲我自己 以前我是这样念 就只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想说不要打望想就好了 尽量不要打望想 想办法不要打望想 现在是想说 念阿弥陀佛 尽量要有愿力 愿一切众生 跟我们一起念佛 愿一切众生 都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或者像我刚才说的 我拜佛的时候 一切众生 都跟我拜佛 忏悔业障 我念佛的时候 一切众生 都跟我一起念佛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那么现在 在学这个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发菩提心念 所以我们等一下念佛的时候 要观想说 一切众生 在我的舌根 耳根 身根 有鼎盛眼神天 乃至地狱角板处 一切众生 六道 都跟我一起念佛 然后 如果我们在拜佛 是享受他 跟我一起拜佛 然后 就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心 来念 除了支持名号之外 还有这个信愿 还有发菩提心 来补接回向一切众生 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 大家稍微想一下 是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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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